嗨,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有个景点叫做五鱼村 一听到这个名字 你会不会以为这是国内某个景色特别漂亮的不知名小鱼村呢 这个名字确实是够朴实的 但这个地方呢并不在国内 而是位于意大利 并且它并不是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朴实无华 相反的是 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徒步路线 我们一起来看看五鱼村吧 五鱼村分别是蒙特罗索 维尔纳扎 科尔尼利亚 马纳罗拉 及里奥马娇雷 五条村濒临地中海 都处立在悬崖峭壁之上 一来到这里 你会发现 这里的房子便是毒非常高 七彩斑斓的 就像是一块挂在海边的调色版 另外呢 从颜色上是无法区分每条村庄之间的边界的 但每条村庄都有一个自己的火车站 虽然从这条村坐火车到那条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小的地方分出五条村来 不过啊 这最美徒步路线确实是名不虚传 全程不过二十公里 在路上迟迟玩玩走走 刚好好玩一天的游玩时间 而连接蒙特罗索和奥马交雷的路段被称为爱之路 这路上经常会堵人 为啥呢 因为来到这路段 人们不是在求婚 就是在拍婚杀照 非常热闹 说到吃啊 鲁鱼村并不针对谁 这里的鱼是欧洲文明的 并且每条村之间的坐鱼方式都不一样啊 这或许呢 是他们相隔不过弹丸之地 也要分成不同村的原因吧 吃着有名的鲤鱼 喝上一口这里特产的白酒 可以说是本地的最佳享受了 对的 这里也生产白酒 不过不要误会哦 这里的白酒不像我们国内的白酒 香浓干裂 却是咸的 非常有地方特色了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 请关注最有感觉 羊羊和你不见不散呢